晚间最新消息 前时代力量现在是五党级的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 先前和助理爆发劳资纠纷 遭报是冠老板 日前更和自家主任发生冲突 找上议会的住警求救 而林颖梦在今天下午 找来了律师和原警前往办公室 宣布解除和两位主任的雇佣关系 林颖梦更亲上火线强调 助理爆料不实 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好了 主任配合一下 议会住警走向前 要求林颖梦办公室主任离开 一旁律师和林颖梦新任幕僚 再开枪 前前遭办公室两位主任 爆料是冠老板 甚至拖欠助理劳健保费用 更屡次在办公室爆发冲突 林颖梦冷气吞声 收集资料终于反击 出示劳健保汇款证明自己没欠款 更秀出和两位主任对话 说对方要他乖乖闭嘴 还要他别落跑 甚至开枪问你问题 不会回答是在跳针什么 我没有诈领助理费 我也没有挪用公款 公家单位调来的资料 所以是足以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的都是一个 秩序乌有的事情 27号找来律师和袁警 直接到自己的办公室赶人离开 却让还在劳资协商的两位主任非常不满 就是整个过程其实就很仓促 今天进来马上就限期我们东西都要带走 我之前没有拿出来 也是因为顾念到员工之间的情分 我黑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我的生育和人格都受到的损害 在劳资争议调节期间 定期约是不适用劳基法解雇使用 来终止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 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议员助理雇佣关系 如今演变法律纠纷 双方正式撕破脸 决定对付公堂 接着陈武强 萧瑞生 台湖导